十一很多人觉得旧约中的上帝喜怒无常 甚至似乎残暴 从哪些方面去给外人解释这方面好 人呢总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上帝 却从来不站在上帝的立场去看人 从人的立场去看上帝这叫做神话 从神的立场看人这叫神学 如果不依着上帝启示的内容去理解上帝的话 我们就是在神话 站在我们固有的错误的观念上去判断上帝 看起来似乎喜怒无常 会给我们那种错觉和印象 甚至残暴进了迦南地就完全屠城 婴孩全部灭 牲畜也灭 的确是残暴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背景 为什么对他们那么残暴 上帝是不是就无缘无故的 让那些无辜的人就这么惨死呢 上帝是残忍的上帝 是血的上帝吗 当然不是 连迦南七族被灭也是有原因的 上帝没有让以色列百姓提前进家 是因为他们的恶贯没有满盈 直到他们满盈的时候 神也在恰当 所以神的智慧时间表 到了那些人该死该灭亡 不悔改 仍然作恶 迦南七族同性恋什么的 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里面 然后他们拜偶像 各种秋坛 假神 淫乱 以色列百姓在进入迦南地之前 所遇到的试探 是不是 就是那样 拜偶像和淫乱 常常泛滥 所以到了审判他们的时候 上帝只不过是 借着一箭双雕而已 一石二鸟而已 一方面借着以色列百姓 去刑罚他们 灭他们 这就是对他们公英的审判 另一方面呢 借着这种征战的过程 让以色列百姓学习信靠神 去承受上帝应许给他们的产业 土地是上帝的 上帝量给各个境界 愿意把土地给哪个民族 就给哪个民族 从我们现代文明来看 这个土地 既然是美国人 什么印第安人 我们随便掳掠土地 这属于侵略 或者什么不道德 非法 是吧 土地私有制等等 在那个时代呢 没有现代这种概念 但是呢 上帝就愿意 把哪个土地给谁就给谁 把国家给谁就给谁 这强调神的主权 所以呢 上帝把那个土地给他们 一方面是那帮百姓不对 大家记得伊甸园里面 亚当下巴被撵出来 那个事情吧 为什么不留在那 不配再享受神同在 象征着神同在的那个乐园 神圣洁的 必须把他们从圣洁的地驱逐出来 然后隔断了 不让他接近 与制圣所的那个路通隔绝了 是不是 一样 那个伊甸园 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在 这个东方某个园子 整个地球都是神的 上帝哪个民族在这个地上作恶 上帝可以随意减除 为什么 为了洁净这地 旧约里面不是这样吗 洁净他们 除灭他们就是洁净这地 为什么 他们的罪污秘了这地 所以上帝用以色列百姓 实行公义的战略 这个公义不是从人的国家和国家之间 按照国家和国家 以色列百姓分明是侵略 但是很多这个反基督教的 也是用现代的观念 这种时代的差误 外行人总是胡乱讲话 这种时代的差误 用现代的概念去评价 古代近东的那种文明 上帝就借着以色列百姓 去实行公义的战争 不是人与人平等 这个水平的公义 上帝公义的审判 借着以色列 一方面审判他们 另一方面是洁净那地 除灭他们 让以色列百姓去承受那地 地的主人将这些人吐出去 把这个土地交给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不配 结果没想到 以色列百姓也没完全赶出 后来也堕落 所以后来也不断地 把他们吐出去 这就是主 圣经要启示的内容 我们要照着圣经 所以有信心的人读圣经 能发现上帝的公义和慈爱 救恩 没有信心的人读圣经 充满了自己混乱的逻辑 去批评论断圣经 然后结果灭亡 就是这样 很简单 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圣经 因为上帝已经识认给我们了 那些不信的人觉得喜怒无常 是因为他们先有的观念 去误解上帝 不能正确地去理解上帝 什么残暴 侵略 主动发动战争 他没有信心 他们不懂 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些东西 你可以尝试着去重新编辑一下 尝试着跟他解释 实际上圣经是什么意思 不要总站在人无辜的角度去论断上帝 好像上帝做得过分 我们不该受这些 哪里啊 若不是耶和华的怜悯 我们早就灭亡了 对不对 犯罪那一瞬间 直接让我们存在消失 抹除 在这个宇宙当中 他创造的这个时空当中 抹除我们 直接消失 什么灵魂不灭 直接灵魂也完全消失 就不再纪念我们 也不存在我们 也不再骚扰上帝 也别在那嘟嘟当当去 抱怨上帝 直接抹除完全可以 为什么留下来呢 是吧